你看他出招都是连续的 然后都是有 就是一波又来就下一波 所以很有可能有下一波 更有第四波 所以最大的打击最多 他在美国你看他出手都是快很准 所以他不会向那些小公司去打压 他要不打压就打压 肯定打压是最大的几家 那马云或是马化腾 他这两家公司肯定是 可能会是下一步的 受害的一个对象